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项配置目前在沃尔沃旗下的车型上普及率非常的高 那么同类型的配置放到其他豪华品牌上普及率就远远没有那么高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项功能在沃尔沃品牌老车主的评价中口碑非常的好 所以基于此我今天特意找来了这台车 花上一点时间来给大家着重体验一下这项领航辅助系统 首先我们看看怎么来启用这项功能 在方案盘左侧的这个按键区域 通过左右两侧的箭头来选择是启用自适应循环控制系统 还是领航辅助系统 选择完之后在液晶显示器上会有相应的显示 然后选择中间这个按键来正式的启用这项配置 通过上面的加号和减号来进行一个车速的调节 那么通过最右侧的两组按键来控制您跟前车的一个间距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直观好用的 我现在驾驶的这台沃尔沃S90呢 它的全系车型都标配了ATC自适应循环以及领航辅助系统这两套东西 那么这两套东西之间呢其实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 那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个启动的速度区间 ATC的这个启动速度区间呢是30到200公里每小时 而领航辅助系统呢是30公里到13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速度区间 那么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区别 主要还是源于他们这两套系统对于车道保持系统的一个理解 ATC对于车道保持理解是车轮喷线自动拉回 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 而在领航辅助系统启用的时候呢 这台车会时刻保持在道路的中间 而且它可以帮助车辆完成一些快速的以及小幅度的转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速度区间拉的太高速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着重体验一下这套领航辅助系统 然后我这里转个弯然后把这套系统启动 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领航辅助系统在这台车上它其实是一个全速度驱断的 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行航的控制系统 什么叫全速度驱断呢 就是当你在城市里面行驶的时候 跟着前车 前车减速 它也减速 前车走 它也走 而且前车减速可以刹停 这台车也可以这种刹停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这台车 它的一个加减速的平顺性做得非常的好 不会有非常大的急加速 以及非常明显的点头的刹车这种现象 整个速度的变化 巡航过程中这个速度的变化是非常的平滑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而且尤其是在什么呢 就是你打着转向灯 方向盘变动之后 准备变到超车的时候 它整个加速过程 以及加速的时机 掌握的也是非常自然的 而不是像有一些做的比较差的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车辆 那么在尤其你要超车的时候 速度会一下子降下来 然后紧接的啪一下子急加速 这个感觉非常差 非常不自然 这台握上很OK 而第三点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到 它的整个车道保持的系统 领航辅助系统 这个上面呢 是做得非常好的 车永远在这个正中间行驶 所以呢 很多人开着开着 双手拖把了 那么如果你的双手拖把 超过了一定的时间 大概有10到20秒这样的时间的话 车会先给你警报 然后如果车手还不回来的话 那么这条功能 它会自动挂起取消 为什么这么设定呢 那就是因为在中国的道路上 尤其一些十字路口啊 尤其一些比较 城乡结合部的 这些道路上的标线呢 这不是很清晰 所以呢 可能会导致这套系统的识别 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驾驶者来说 这是会有一点的危险的 也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这台车 它的一个硬件上 已经达到了一个 L2动驾驶的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软件的标定上呢 显然还没有做到 这个也是跟中国的实际的一个路况 以及交规的设定 这个是有一些联系的 所以综合来看 我个人觉得 WOW的这套领航辅助系统 它更大的意义是 帮助驾驶者更加轻松 更加安全的来驾驶车辆 而不是说 我买了这台车 有了这套系统之后 就可以完全取代驾驶者 在车里的这个地位了 好了 最后呢 我要说一说 我刚才体验下来的一些 个人的感受啊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操作非常方便 真的非常的方便 一目了然 其次呢 就是这项功能 它可以同时兼顾高速以及城市 两种工况两种场景的应用 那么大幅度的降低这个驾驶的疲劳 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然后再加上这个配置 目前在沃尔沃品牌旗下 那么高的一个普及率 我觉得这个实在要给一个赞 好了 那么以上的五分钟说车呢 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想看其他的内容 可以到我的微博 跟我的编辑博客里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